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1年6月10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被中央政府定性為邪教的法輪功 已經在香港橫行很多年 但最近有消息指 政府將會在7月1日前取締法輪功 究竟整件事是否真的 這件事上CY又扮演了甚麼角色 另外拜登昨天宣布撤銷之前特朗普對TikTok母公司的禁令 究竟代不代表TikTok之後可以在美國自由經營 背後又是否埋藏著一個更大的陰謀 最後印度奧委會前天宣布和中國運動品牌李寧解約 究竟為何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又可以做些甚麼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方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 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在2020年8月6日時 市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 引用國際應急經濟權力法和全國緊急狀態法的權力 簽署行政命令禁止任何個人或企業在美國管轄範圍中 與TikTok母公司自節跳動和微信母公司騰訊進行任何交易 他當時說對這兩間公司下禁令的原因是因為TikTok被利用散播假消息 而微信拿了許多用戶資料令中國共產黨得益 所以美國必須對這兩間公司採取一些進取行動 來保障他們的國家安全 幸好有關禁令不是即時生效 由於禁用TikTok影響了美國很多依賴TikTok維生的網紅 所以每次在生效日期前有關禁令都受到法院挑戰 所以一直未有正式生效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在去年年尾的美國總統選舉輸了 現在拜登上場了 究竟他又會如何處理這件事呢 白宮昨天即是6月9日宣布 拜登剛剛簽了新行政命令 撤銷特朗普時一系列針對TikTok和WeChat的禁令 連特朗普在2021年1月簽署禁止 和8個中國軟件交易的命令都一起撤回 你可能會說 撤銷禁令是否代表TikTok和WeChat之後可以在美國自由發展 那又未必 原來拜登這次只不過是把做法改成下令美國的商務部 對所有就不只是中國 外國的對手應用程式重新做一次保安風險評估 看看哪些由外國對手擁有、控制、設計或開發的軟件程式 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不當的風險 至於誰是外國對手 他英文叫Foreign Adversary 意思即是有敵對的意思 很明顯就包括了我們的國家中國 所以梓敬認為 拜登這次撤銷特朗普的禁令 不是真的想讓你繼續做 而只不過是換另一個名目 令他看起來不只是針對中國 亦不是針對個別企業 來突起拜登和特朗普的不同 簡單來說其實就是一個公關的手段 到了保安風險評估完成後 他便大條道理照樣封殺 包括TikTok和WeChat在內的海外競爭對手 何況路透社也引述了白宮的官員說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關於TikTok的 美國國家安全評估 現在正在進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拜登有多麼陰險 其實從這件事 我們便看到美國有多麼雙重標準 香港要立國安法 美國便說違反人權 現在在美國要封殺外國競爭對手的APP 你又是用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不當風險作為理由 那為何美國可以維護他們的國家安全 但我們中國又不可以呢 為何你封人社交媒體就可以 我們封就不可以呢 所以這些真是得淡笑的 如果香港還有小黃人 以為美國真的重視民主、自由、人權的話 就真的要醒醒了 其實他們所有事都只不過是口號 最後最重要的始終就是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 說完TikTok想說一說法輪功 法輪功一直以來都在香港從事一些顛覆國家的宣傳 周圍擺街站 發放一些假的信息 抹黑我們國家的共產黨 其實自從1999年 我們中央政府已經宣布了定性法輪功作為邪教 所以國內基本上已經沒有法輪功公開活動的蹤影 但不知道是否因為一國兩制 還是當時政府裏有人縱容 當年的政府竟然沒有跟隨禁令 令法輪功反而在香港越做越大 因為他們將香港當作反共基地 想透過在香港宣傳 一方面影響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 另一方面其實他們很多街站都是放在遊客區 所以其實他們也想針對內地來香港的遊客 希望影響他們 這個情況直到前特首梁振英上台後才出現變化 當局當時開始對法輪功的街站執法 其中2013年食環署就以法輪功未經申請展示宣傳品為理由 在全香港26個法輪功的街站 充公了130幅 banner 和480塊剪刀 還檢用了兩個學員 不過之後法輪功提出司法覆核 挑戰有關決定 說有關做法是違憲王 他們原本在2018年時還要在袁仲廷勝訴 到了2019年政府上訴 法庭才推翻裁決 而今年5月 法輪功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 被即場駁回 才完成這場歷史八年的司法鬧劇 國安法去年6月30日已經在香港生效 禁止任何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法輪功被中央政府定性為邪教 而且他們在香港做的事 很明顯是顛覆我們國家的政權 為何還讓它存在 大家都知道 未來7月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的100周年 兼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周年 昨天有報導說 當局準備乘住上個月 終審法院駁回法輪功上訴申請的時機 全面掃蕩法輪功的街站 全面把法輪功取締 原來有關的行動已經開始了 幾天前食環署巡查了他們14個街站位 移走了50張海報 檢控了10個人 據了解食環署的執法行動會陸續有來 總之目標就是要在7月1日前 法輪功要在香港全面消失 其實是指徑說政府一早就應該這樣做 其實我真的不明白當中央政府定性了一個組織是邪教時 為何我們特區政府當時還容許法輪功在香港四周宣傳呢 而且更搞笑的是 法援署到現在都不肯公開 有沒有提供過法律援助的資金 給法輪功做司法覆核 挑戰政府的決定 所以接下來我們都會搞一個網上聯署 要求法援署公開有沒有資助法輪功 以及改革法援的制度 讓申請人不可以自己選擇律師 希望大家到時記得多些支持 希望在7月1日前 法輪功這一面其次 真的可以在香港全面消失 說完法輪功想說一說東京奧運和印度 距離東京奧運會揭幕還有49天 上星期四印度奧委會開了一個發佈會 在發佈會上他們展示了這次東京奧運會 印度代表團的運動套裝 原本一個這樣的發佈會 應該沒甚麼問題才是 但誰知道在印度國內引來一場風波 為甚麼呢 原來他們當天穿的運動裝 是中國品牌李寧贊助的 由於中國和印度的關係現在都非常緊張 所以當天發佈會後 就有很多印度群眾對這個安排很不滿 由於受到這麼多批評 印度奧運委員會主席Larinda Batra 在前日星期二 即6月8日發了一個聲明 說運動員下個月出展東京奧運會時 就不會穿李寧牌的服裝 那麼不穿李寧 穿甚麼呢 是否Nike呢 聲明說運動員 教練及其他工作人員 出展東京奧運會時 只會穿沒有任何牌子的服飾 希望有關的決定可以令運動員專注訓練 而不需要再回應有關服裝牌子的問題 其實紫敬覺得整件事真的很無聊 就算不穿李寧 你覺得其他衣服又不是中國製造嗎 所以他們根本是自欺欺人 而且你說穿沒有牌子 你說衣服也容易找到沒有牌子 但你覺得鞋可以找到一隻沒有牌子好的鞋嗎 而且紫敬也不明白為何印度人到現在 對於我們國家還有這麼大的意見 紫敬當然知道中印有邊境糾紛 但印度的疫情嚴重時 我們的國家都願意伸出援手 反而美國真的只有一個港字 有些人說印度不喜歡中國是因為自卑 因為印度立國的時間和中國是差不多的 他們是1950年 我們是1949年 而且面積 人口 當時亦都相若 但到現在 我們國家的發展當然比印度好很多 所以他們就不值得 其實這些事真的不能不值得 國家就是你的 你搞得不好又可以怪誰 你覺得黏著美國有好處嗎 美國到最後又是看自己的利益 不過最近紫敬也留意到 很多國家都將這個運動政治化 像之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Nancy Pelosi 公開呼籲其他國家外交杯葛 下年的北京冬季奧運會 而上個星期 美國國會亦都出信給NBA的工會 抹黑話我們國家對新疆維吾爾族人進行種族滅絕 所以呼籲NBA球星要與中國品牌解約 非常離譜 其實體育就是體育 政治就是政治 根本就不應該混合來講 只是現在有些不懷好意的人 將體育政治化 用來打壓我們國家和我們的品牌 相信接下來有關的打壓都不會停止 所以我們唯有盡量支持自己國家的品牌 但我相信日久見人心 紫敬相信其他國家很快就會看到 中國強大對世界不是一件壞事 所以我們現在唯有繼續努力 搞好我們的國家 有很多朋友和我們反映 訂閱了紫敬的頻道 但我出新片的時候 YouTube並沒有通知你 其實是這樣的 除了訂閱之外 在訂閱的右手邊還有一個好像鐘仔和鈴鐺的物體 按下它 再選全部 下次紫敬一出片的時候 YouTube就會通知你 今天就和大家說到這裡 在完結前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等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拜拜